今天是2023年11月5日 是來北歐的第五日 我們在餐廳吃完早餐 就跟著出發了 哇!外面真是冰天雪地 現在我們又回到瑞典 之後呢 前面又回到芬蘭 剛剛這個回船署的交界 就是比較有趣 所以你看到那個手機的時間 就會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邊界 跟著 坤嵐 這個過境就多麼簡單 叫做North 以北的人就是這樣說法 出轉這個彎 前面看到那個就是波迪里亞彎 這個就是波迪里亞彎 海灣建了很多度假屋 這個漫步海灣 大家幾捨義 現在到了冰雪體驗3 好!芝麻開門 我進去了 好!芝麻開門 我進去了 好!芝麻開門 今天我們是三樓宇 冰室的上高 上前餐 今天這個就是餐廳自助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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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過去的彎場 大約差不多 叫做餐廳 一個半個 因為芬蘭出的牙籤 很多 木材 好! 現在到了 鹿的養殖場 長珠港解驗之後 帶我們去彎場 哇! 小心啊! 這裏木板路很滑 哇! 這裏有這麼多鹿 你說團友開心嗎 還是鹿開心呢 好厲害 哇! 兩隻 好厲害 在這裏出生 在這裏長大 所以沒有這麼害怕人 因為其他那裏 都仍是有野性在裏的 好! 餵完之後 我們回到這裏小屋 去B餅了 四個女生和女生 有雞蛋 一年 他們放雞蛋 北溝呢 早三四十年前 已經是 再用它 瘦裂 那些瘦裂 那些瘦裂 那所以呢 好啦! 聽完之後 現在離開鹿場 去我們今晚的酒店 好啦! 出現到我們今晚的酒店 玻璃屋 現在去reception 沒有房 現在就是我們今晚的酒店 原來這間酒店 不是那麼多房 只有幾十間 現在去找房 見到了 好! 今天晚上住25 玻璃屋 現在上看門 好低喔!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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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房子 進來 看看 房間的空間就這麼大了 洗澡房間 就這麼大了 這間桑拿房 是近reception 這間就是我們今晚晚飯的餐廳 6點半 我們又去餐廳了 好! 餐廳裡面的裝修都很特別 開餐了 今晚這餐都是自助餐 好! 吃完晚飯 我們回房 去等看北極光 和星星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再見